今天来说一下为什么150万加币以下的钢区房在未来几年还是会领长大温的低层市 大温哥华地区人口结构年轻化 它的生育率略高于加拿大全国的平均水平 大温的平均年龄只有38.4岁 低于加拿大全国平均年龄的39.5岁 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只占14.6% 它低于加拿大全国平均比例的12.8% 并且大温人口结构预计将继续保持年轻化的趋势 迁徙代和C世代将逐渐成为购房的主力 结合本地的收入来看毕业工作才没多少年年轻人就直接入手200万以上的房子 毕竟还是少数 再加上高利率环境下需要更高的收入来通过贷款 大多数年轻家庭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 这是钢需房需求旺盛 同时保持它持续增长的一个原因 大温哥华地区人口持续增长 住房需求旺盛 年轻的家庭移民留学生等群体是钢需房购买的主要人群 现在虽然限制签证了 但这并不影响了它长居的需求 大温是加拿大主要移民的目的地之一 每年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近些年这些移民的主要群体是年轻家庭和专业人士 政府推出各种政策来支持首次购房者 比如2019年推出的首次购房者津贴 2017年推出的首次购房者补助贷款 还有降低土地转让税等各项措施 大温地区土地供应有限 新房建策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不断上升的开发成本最终会转嫁到购房者身上 所以入门级房产需求特别大 但供给不足正常限制炒房 虽然投资客减少了 但是刚需房的购买力依然强劲 150万以下的刚需房仍然是价格挖地 相比温哥华市中心和西区 150万加币以下的刚需房 主要位于大温地区的郊区 价格相对较低 随着城市发展和交通改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家工作 这几年本来住在温哥华 本拿比列治文公寓里的一些年轻夫妇 因为都要升级 很多都搬到了郊区 因为在郊区 同样可以找到教育资源不错 生活便利的社区 而且它的增值潜力更大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 在过去的十年里 刚需房的涨幅相对更高 预计未来几年 大温地区刚需房在短期内 可能会保持平稳或略微下降的趋势 但长期来看会继续领涨 随着高利率和经济增长放缓 高端市场可能面临调整 而刚需房市场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自助或投资刚需房 它的优势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实现 但是长期持有一定能获得理想汇报